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龙虎 首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关于总统拜登对前总统特朗普的猛烈抨击 拜登称,特朗普对司法系统的攻击是鲁莽、危险且不负责任的 并强调了尊重司法系统的重要性 特朗普此前曾批评针对他的案件 并指责拜登是幕后黑手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清改为独立党籍 这一举动引发了他可能再次参选的猜测 虽然曼清去年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但此次改党籍,让他有机会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甚至可能竞选州长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关于特朗普的电视节目《学徒的幕后揭秘》 前制作人比尔·普鲁伊特在一篇文章中透露 节目通过后期剪辑将特朗普塑造成全知全能的商业领袖 甚至他的预言也是事后录制的 普鲁伊特称,这些手法让观众对特朗普产生了信任感 并在其竞选期间对他产生了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在白宫发表讲话 强烈谴责前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司法系统的攻击 拜登称特朗普的行为鲁莽、危险且不负责任 并强调司法系统应受到尊重 任何人都不应试图破坏它 此前一天,特朗普因三至四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 被曼哈顿陪审团判决有罪 特朗普在判决后猛烈抨击法官、检察官和证人 声称审判是被操纵的且令人耻辱 并无证据地指责拜登是幕后黑手 他甚至宣称美国正处于法西斯国家 这一事件仍在持续发展中 华盛顿邮报报道 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三世 周五宣布 他已将党派注册改为无党派独立人士 引发了他可能再次竞选公职的猜测 曼青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 他致力于团结国家 因此决定成为无党派人士 尽管他没有立即透露政治计划 但这一举动使他有可能重新考虑 不再寻求连任的决定 或者竞选他曾担任过的州长职务 独立候选人必须在8月1日前提交竞选申请 曼青去年11月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这位共和党在深红的西弗吉尼亚州 赢得参议员席位提供了机会 共和党候选人是现任人州长吉姆·贾斯蒂斯 尽管曼青曾考虑以独立或第三方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 但他在今年2月宣布不会参与总统竞选 最近几周有传言称曼青可能考虑重返州长职位 但他表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史蒂夫·威廉姆斯 《华盛顿邮报》报道 NBC节目《飞黄腾达》的制片人比尔·普鲁伊特 详细描述了他在制作该节目的经历 称其为一个骗局 普鲁伊特在Slat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揭露了他在编写剧本和编辑时的选择 旨在塑造一个不真实的形象 节目明星唐纳德·特朗普 被描绘成全知全能的商业领袖 普鲁伊特回顾了节目制作的种种 细节如为了增加特朗普的出境率 节目组添加了他对挑战任务的预测 这些预测实际上是在任务完成后录制的 此外,为了保持特朗普成功的形象 节目组还掩盖了他的缺陷 例如在新泽西州的赌场灯光故障 和周围环境破旧的情况下 拍摄杰西卡·辛普森的演唱会 普鲁伊特还声称 特朗普在节目中发表了许 多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评论 这些评论被剪掉了 普鲁伊特认为 这种对特朗普的完美形象的塑造 帮助了他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表明 观看飞黄腾达的观众更容易信任特朗普 并且对他的竞选活动持积极态度 普鲁伊特对自己在塑造这一形象中的角色 表示深深的遗憾 华盛顿邮报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讨论学徒节目中的一名参赛者时 使用了种族歧视性语言 这一事件发生在20年前 前制作人比尔普鲁特在一篇新文章中揭露了这一点 普鲁特表示 特朗普在决定第一季决赛中 是让黑人参赛者夸美·杰克逊获胜 还是白人参赛者比尔·兰西克获胜时 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 普鲁特在文章中写道 特朗普在顾问卡罗林·凯普特为杰克逊辩护时 曾多次皱眉并质疑杰克逊的表现 甚至问道 美国会接受一个黑人获胜吗 最终 特朗普选择了兰西克 并授予他在特朗普组织的工作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称 普鲁特的说法是完全捏造的故事 并表示 这是在2016年就已经被驳斥的假新闻 尽管特朗普有着一系列 对非裔美国人持敌对观点的历史 他在竞选中依然试图吸引黑人选民 《华盛顿邮报》分析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 在宣布竞选时 提出了司法系统存在双重标准的问题 认为富人和有权势的人 常常可以逃脱法律制裁 而特朗普则利用这一点 声称自己是被不公平的针对 布拉格在竞选期间 并未承诺一定会起诉特朗普 但他表示会根据事实行事 最终 布拉格的办公室 对特朗普提出了34项重罪指控 尽管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指控是政治迫害 但布拉格的起诉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正常回应 特朗普的法律问题不仅限于此 他还面临其他多项指控 包括在乔治亚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选举干预案件 以及在佛罗里达州的机密文件处理案件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一再声称 这些都是政治迫害 但事实表明 特朗普的行为确实存在违法之处 华盛顿邮报指出 尽管特朗普在纽约被判34项重罪 他仍然可能在今年秋天投票 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 居民在其他州被判重罪后 只有在被判罪的州禁止其投票时 才会失去在佛州的投票权 而纽约的法律规定 犯人只有在监禁期间才被剥夺投票权 因此 尽管特朗普在纽约被判重罪 他仍然可以在佛罗里达投票 尽管特朗普面临多项指控 但他很可能不会在选举前入狱 这意味着他仍然可以继续竞选总统 纽约的投票政策比佛罗里达宽松 后者对中罪犯的投票权有更严格的限制 特朗普的情况凸显了美国各州在投票权问题上的巨大差异 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密歇根州撒基诺县 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们愤怒 但信心十足地认为 他最终会胜出 当地的共和党人沃里里布尔 在特朗普罪名成立的新闻中保持冷静 认为这些指控不过是34项无关紧要的罪名 而民主党人杰西·道金斯则震惊地认为 正义得到了伸张 但他也担心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会像2021年1月6日那样暴力反应 撒基诺县 这个关键摇摆州的居民们对特朗普的审判结果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愤怒 但并不恐慌 认为他一定会在11月胜出 而民主党人则认为这是对特朗普的一种小小的问责 但担心即使有刑事定罪 也无法阻止他重返白宫 《华盛顿邮报》时时更新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 已隐瞒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演员支付封口费 而被判有罪 特朗普是首位被判有罪的前美国总统 他将于7月11日被判刑 这正好是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开始前几天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评估这一判决 对2024年总统选举的影响 《华盛顿邮报》关于大学体育性别平等的报道指出 虽然大学体育的财务变化 如同冠军短跑运动员般加速 但负责监督这一领域的联邦机构却行动迟缓 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负责执行第九条法律 该法律禁止在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项目中进行性别歧视 然而OCR在监督大学体育性别平等方面的执行力不足导致了许多问题 政府问责办公室的一份审计报告显示 OCR在处理投诉时经常拖延 甚至有的案件拖延了五年或更长时间 这些拖延导致大学无法及时解决合规问题 OCR的资源不足是主要原因 尽管拜登政府在2025财年的预算中为OCR增加了2200万美元 但这仍不足以满足需求 报告还指出 女性运动员 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运动员 面临的机会和设施不平等问题依然严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